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宏盛 詞曲 李宗盛 哦 銘結時侯 繁華入夢 空 奔去无踪 浅若到风 只爱月落下海 故人海未来 爱与我今生 主在 生来谁落入枯海 流雨还在 横到不白 剑灾从前军袭来 问江山谁来主在 岛峰战不开一脉 气情还在 永远不开 谁来出旧轮银彩 剑枝出苍生澎湃 天雨光光暮色 江中谁在操纵 绝雨漫天 剑吹风笑看苍穹 风起云涌 一字心中 万传恩怨 小熊 并不掌控 风铭接时空 繁华如梦 空 顿去无踪 浅若大风 大名鼎鼎的颜毒前辈 深夜造访不知有何事啊 告诉我黯然血毒的化解之法 我就把颜辛果让给你 颜辛果本就属于我楚家 你有什么资格让 只要我释放毒烟 一夜之内 楚朕不会留下一个活口 活毒你先毒发身亡 只要你愿意帮我 我愿做楚家可亲 守护楚家三年 三年 如果你愿为楚家效力终生 我倒会考虑考虑 你让我堂堂去领九重天强者 去身你小小楚家一辈子 那 恕不远送 我倒要看看 你能硬起多久 云哥哥让我们离开 是为了保护我们 但我不想一直躲着 成为云哥哥的负累 小段 如果你现在求饶 我会让你死得痛苦 更快些 就凭你们两名聚灵精 找死 这雏形云武功装势颇为古怪 我们一起上速斩速决 我一人足矣 有两下子 聚灵三重点不过如此 封动 故技重施 可笑 你今天怕是死到灵头了 这是 竟然以为区区一根针就可以杀我 真是可笑 哼 伤到就行 空手机暗器可不是一个好习惯 毒魂箱可不是你能去除的 楚清云 我要你陪着 三 二 去死吧 一 竟然是毒魂箱这等至高毒物 看来此字绝非寻常任务 好 我可以答应你终身效力出家 严独 严独 你觉得有好处可捞才会答应 你认为 我会让一个以利益为先的人做我楚家客亲 我改主意了 我要你做我的奴仆 你别欺人太深 换作是以前 就算是阴阳禁的强者归在我面前 我也不会多看一眼 哼 就算我现在身中剧毒 但杀死你 还是轻而易举 你可以试试 二长老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不会死伤失败了吧 我们在这跟等也不是办法 不如杀进楚真 直接捉拿楚行云 对 杀过去 父亲 要不然我们再等等 要是你有孩儿一半的势力 我也不愁东山再起 但你实在是懦弱不堪 二弟楚是沉闻冷静 不可能彻夜不归 看来他俩多半一命丧黄泉 不可能 楚行云不过脆体五重天 怎么可能杀死二哥 楚行云手段破多 看来 早有防卫了 那现在怎么办 事到如今 只能从火灵时脉上做文章了 好可怕 到底是什么 你怎么办 就从火灵时之下 来 放动 刺 你输了 主人刚才那一剑如雷死电 阎毒难以抵挡 不得不突破修为限制 还请主人恕罪 无妨 不过按理说 你把修为压制在翠体九重天 就算我能取胜 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恐怕是主人之前多字越阶对敌 积累了诸多经验 这次又突破到了翠体六重天 这才显得游刃有余 或许吧 少爷 少爷 我已经安排百宝楼的人 去另一处矿迈了 确保阎毒前辈的事情 不会外泄 那就好 云哥哥 阎毒前辈 休息一下吧 多谢少奶奶 刘相 你的体质调养后 已经补足精气 可为何 还是无法凝聚武林 云哥哥 能否修炼 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只要和你在一起 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我知道 你是不想让我分神才那么说 放心吧 会有办法的 这炎心谷已经成熟了 以后凡是对楚家有重大贡献的 就赏一枚 用炎心谷做奖励 这未免太奢侈了吧 奢侈 我们少爷出手 奖励品自然又气魄非凡了 家主 家主 不好了 楚长老 手段高明 竟然用计 驱散了百宝楼之人 倒是省了我们不少麻烦 现在 只剩下楚行云和他的蒲总 你们要的火灵石脉 唾手可得 那我也在这里 提前恭贺一声 楚家主 林家主客气了 好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锁头乌龟 终于露面了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一群无家可贵的窝囊废 在下灵家家主 灵虫刀 你们自家的恩怨 我没兴趣 但是 他拿这条火灵石脉 买你的命 哦 这么说 你们也要取我新命 杀了你 我孙家就能得到两成火灵石脉 如此便宜的买卖 岂有不作之地 你的命 只火灵石脉 死也瞑目了 你们之前还跟处政合作 八戒讨好我们 转眼就倒戈 真是无耻 既然你们想杀我 那就来吧 故弄玄虚 大家一起束手 弹枪 有星云 我让你为海儿尝命 大胆 什么人 炎毒 什么 是那个凶名赫赫的炎毒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个凶神 为何替楚行云地的 难道 主人 烟毒贸然出手 请主人降罪 无妨 怪不得 可笑如我 原来之前 你只是不屑于我们争斗 死在你手里我无话可说 但你杀了海儿 随便陪葬 却死吧 当当 大哥 楚行云你个 赐我两力 恳求邵家主开恩 我们这就离开楚镇 再也不会出现在您的面前 既然楚平天已死 那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滚吧 多谢少主开恩 我们这就滚 快走 还不快走 谁允许你们走啊 主人 干脆把这些人都杀了吧 楚家主 刚才的事全是误会 我们受了楚平天这个奸人的蛊惑 最后才冲撞了您 我在这儿给您赔罪 你倒是会取巧 用这区区五万两 就想把责任推到一个死人身上 哎呀 我哪敢在您面前撒谎 都是楚平天太歹毒 煽动众人 一心想取您性命 我是被他骗了呀 哼 被骗了 我不介意 帮邵家主清醒清醒 我身为邵家之主 在西方城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你难敢 灵家主 灵家主 现在如何 清醒了 多谢楚家主 记住 以后做事别太冲动 不然 容易出事 我错了 求楚家主 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灵家 愿与楚家结为盟友 同生共死 我好像不太需要盟友 我灵家 愿归顺楚家 作人不作吗 赴汤导火 求求您高台贵少 饶我一命 爱不叩见主人 还不叩见主人 我灵家 愿归顺处家 多谢主人 多谢主人饶命 那么 你们呢 我们也愿意归顺楚家 为楚家作牛做法 天楚家族 高台归手 只要你们认楚虎为主人 我就饶你们一命 这小子是什么货色 竟要我们认他为主 对 我们复活 共复 发现主人 希望能早日凝聚出五连 帮助云哥哥 刚刚差一点就可以成功了 不过 这场还是有机会的 乌金服役饼 由这位客人一万两拍得 这件拍品名为灭灵珠 看着毫不起眼 但其内释放的能量 却足以灭杀聚灵境以下的武者 我要把这个拍到手 这个得多少钱啊 不知道买不买得起 起拍价 一万两 这件宝贝 用于反杀再适合不过了 两万两 呦 还反杀 就你那点实力 没被一招秒杀就万幸了 我出三万两 十万两 啊 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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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少爷 你怎么打扮成这副模样 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 恭喜主人再次突破 果然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呐 刘香 昨夜修炼如何 严信果效用虽好 但我尝试了数次 还是无法凝聚武灵 看来 得去流云皇朝的密库翻阅点击 才能知晓你体内的寒气 究竟为何物 但我现在实力远远不够 我决定出去历练一番 流云皇朝 那太危险了 云哥哥 你别为了我冒险 我自有分寸 奇怪 我刚才分明看到楚行雍往这边去了 筹备了那么久 总算可以收网了 不愿意 不愿意 我冒险 是 有 不愿意 明天 座 还在 急 1 4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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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灵鹰堪比翠蒂九重天的武车 不过 这炎心果对于火属性灵兽的诱惑 可比人大多了 这炎心果对于火属性灵兽的火属性灵兽 果然还是一样 梦境中找到这座洞府时 我还不懂上过文字 但现在却能看明白了 五 借乾坤之事 以穿越为阁 礼七七火节 驻神剑斩空 天地万物 虚妄情伤 一箭斩滞 好大的口气 开 战空间 久违了 这旋风经时 足以造出王器级别的神剑 而不只是区区的低级法器 不过 也幸好只是低级法器 不然 我哪敢尝试容炼武林 骑 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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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玉玄准备了这副灵精联牵制 否则 怕是真要失手吗 给我喝 看这架势 一旦我收手 斩空间 还是会直接突破而出 重处好于我 处行云 我要杀了你 不想像你父兄一样送命 就给我 滚 不ante 不好 原来你现在自身难保 真是天助我眼 只能这样了 我就不信了 去死吧 去死吧 给我破 当初我被逐出处阵 整天带着倒棚不敢露脸 日夜夜活在死亡的恐惧中 就连半夜都不敢睡得太沉 是怕死在了梦里 你知道这些日子我都是怎么过来的吗 你知道吗 现在只要杀了你 一切都结束了 初阳 虽然我很同情你 但是在我眼里 你一直都是个废物而已 楚心云 你害我兄长 杀了我父亲 杀了我父亲 你以为我出租阵 让我从楚家少爷变成过街老鼠 都是你 害我什么都没有了 今天我也杀了你 今天我也杀了你 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成了 你给我 死 剑蓝 剑蓝 青 白 不可能 这是你的武灵 该结束了 死吧 忠心云 你终究还是死在了我的手里 是吗 炎心果作为火属性灵才 仅凭一缕气息 就足以引来火灵营 炎阳 炎阳 生死有命 你好自为止 故弄玄虚 去死吧 放开我 放开我 不要 不要 不 终于结束了 这 这是 应该是斩空间 无意触动了水中的机关 难道这下面 藏有宝货 传颂阵 继续 这是灵兽卵 如此神医的灵兽卵 定为不凡 若要是为己用 这难道是 果然是可以瞬间恢复灵力的灵液 这倒是个不错的地方 愿楚家 昨天又有两个家族高调宣布臣服处阵了 短短几个月时间 他们不仅拉拢了各方势力 还与白宝楼达成了合作协议 可之前 白宝楼却刚和我们水家取消了合作 难道 一定是楚家搬弄是非 散播我水家的坏话 当真无耻之机 我们早就该彻底铲拼楚家了 现在可好 够了 对 够了 不仅不并恼怒 处星云 再怎么有手段 也不过是个脆体精的废物 何必跟他一般见识 月儿 你苦休了三个月 难道 不错 我前几日就已突破到了剧灵界 还花了点时间 习得了碧波九碟了 哈哈 不愧是我的女儿 以你现在的实力 拿下无福选拔的魁首之位 轻而易举 我水千月乃是西风城第一天才 区区一个楚家还不放在眼里 倒是你们 堂堂水家长老 却因为楚行云惶恐失态 实在可笑 以后不要让这种琐事打扰我修炼 这么多家族突然宣布臣服楚镇 还有凤七山出现的火灵石脉 你竟然事先都毫不知情 属下未能及时掌握情报 请语言小姐责罚 算了 霸占火灵石脉和吞并诸多家族 这两件事 即使我们百宝楼料理起来也难免出错 楚镇却能轻松处理 倒是有趣 会不会是有强者相助 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都是楚行云一手策划的 撤回监视人员 如今楚战迅速兴起 势必会引来不少麻烦 你就以合作方的身份出面相助吧 明白 楚行云啊楚行云 你可给姐姐我带来不少惊喜 终于突破到脆体八重点了 光顾着修亮了 也不知道 这究竟是何种灵兽的灵兽软 竟对灵力波动如此敏感 收集了那么多灵验 也差不多了 没闪 三个月 也不知楚家怎么样了 少爷 真的是你回来了 主人 新建了宅邸 你小子花了一番心思 少爷 这几个月来 又有大小数十个家族势力 臣服我楚家 而且 百宝楼也屡次出面 帮我们震慑水家 看来 他们已经完全信任了我们 小虎 你做得不错 对了 怎么不见流香 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 流香 好冷 留下 我劝你现在不要过去 当我家死 主人 老湘 你没事吧 云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你就是楚行云 冰里姐 云哥哥 云哥哥 这是冰里姐 两个月前 她路过这里 觉得跟我很投缘 就住了下来 头缘 阁下身为九寒宫之人 隐瞒身份来此 到底有何目的 九寒宫 苍穹之巅 极北地 九寒宫却 云中眼 寒冰云文藏袖间 双血欲冷 对谁免 在流云皇朝 极北的血缘上 由于神秘势力 名曰 九寒宫 宗门内只收女子 且所修武学 冷酷绝情 衣袖上 刻有寒冰云文 奇数欲多 则位欲高 而你衣袖上 有七枚寒冰云文 至少 也是九寒宫的长老 我确实是九寒宫长老 但从未刻意隐藏身份 只是悄悄路过此地 看中了流香的天赋 便想说她为徒 带去九寒宫修行 我知道 你们感情极深 一时难以分离 不过 这戒指里 有一门圣洁功法 五门灵阶五学 以及数千灵彩 此外 我还可以作为推荐人 举荐你进入五大五府 只要你搭走 流香的天赋如何 我很清楚 你对她如此执着 恐怕 不是投缘这么简单吧 我九寒宫的决定 还要向你解释 既然你不诚恳 那么 小虎 送客 楚行云 还从未有人敢请我出门 你若要强行带走流香 我唯有一战 你还想试试 灵灵姐 灵哥哥 别打了 哼 看在流香的面子上 我原谅你的无礼 那么 请回吧 你 你难道不想知道 流香是什么体质 你都知道些什么 这世间除了天才地宝 功法武器外 还有些特殊的血脉 也蕴含着神鬼莫测的力量 而我看中的 是流香身上的 九寒绝脉 这是什么 九寒绝脉 蕴含强大的冰雪之力 所幸你现在只是轻微的爆发 尚可用外力压制 但是一旦被激活 如若不加控制 方圆石里 都将瞬间化为冰封地狱 九寒宫 难道有办法压制九寒绝脉 哼 当然 我们第一代公主 也是身怀九寒绝脉 她死后 留下了一块绝寒血玉 能牺牲寒气 再将其融入流香体内 从而掌控九寒绝脉 但是 但是 这个过程 须得流香本人心甘情愿 才会成功 而且相当耗时 至少需要三十年 三十年 流香数次强行邻居武灵 已经引动了九寒绝脉 我推算 如若不尽早去九寒宫修行 不出半年 流香必死 流香 你有什么想法 三十年 不能和云哥哥见面 简直生不如死 我 我不想和云哥哥分开 流香 你这是何必呢 因为 我相信云哥哥呀 只要有我在 就一定不会让你出事 你别查到你 不得了 你可不得了 我真的得了 你不得了 我真的不得了 你不是 你们自己做的 那是 我就是 自己按摩 九寒宫的好意 我们心领了 请回吧 我们自己想办法 自己想办法 哼 云哥哥 哼 你连我这一片小小的边花都抵挡不住 更何况强大万倍的九寒绝脉 如像你心想和我在一起 我必定用我的生命保护好它 最多数月 流香体内的寒气便会失控 你可别后悔 少爷 你们没事吧 流香 你觉得我这样做自私吗 万一我 云哥哥 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你不必自责 这辈子 我一定要保护好你 流香 少奶奶 这件裘龙后 冬暖夏凉可温补凌厉 起拍价五千两 给我让开 楚公子 你不能进 如果秦小姐灌嘴 一切我来承担 这不是楚家主吗 这 这是怎么了 秦山 我现在要炼制弹药 急需与云小姐帮忙 今天真是不巧 云小姐正在和城主密谈 我没时间等她 你现在就去通报 这 这 云哥哥 秦山 是 还是不是 这楚行云那么嚣张的吗 敢得罪城主 他竟要求秦云大人 立马烈丹 真是不知好歹 楚家主 实在抱歉 我找他 是给他突破到四级烈丹师的机遇 只有一次 四 四级烈丹师 楚家主 这边请 想要用丹药压制 这边不至本 来 这边 预言小姐 那这件事 嗯 秦山 你好大的勾胆 竟敢打扰我和云烟小姐谈话 陈主大人 云烟小姐 请息怒 秦山 出了何事 哎呀 楚家主有急事找云烟小姐炼制丹药 在下实在难以劝阻 哦 楚行云 这是怎么回事 刘相不善寒气入体 我需要炼这些丹药用于驱除 只是寒气入体 哼 找云烟小姐炼制丹药的人 都要排气等候 就连我堂堂西风城城主 顾秦山也不例外 而你 居然就为了寒气入体这点小事 胆敢冲撞于我 说完了 给我滚出去 你退下吧 这样的小角色 不劳与烟小姐出手 顾秦山 我是让你退下 顾秦山 我是让你退下 我堂堂成主 难道还不如一个臭小子 而且我 楚家主是我的贵客 哼 鱼烟小姐 这里有炼丹所需的全部灵魂 以你三级炼丹师的修为 便知应该不难 三级丹药 百扬丹 聚百扬之气 这炼制手法 或许我师尊都未曾听过 抓紧时间吧 好 诺 他没事吧 别分析了 刘湘 这楚行云 为了救人 胆敢冲撞顾秦山 倒是痴情 你有此理 秦渊渊就算了 但是那楚行云 我堂堂一成之主 竟要让他三奔 他以为和秦小姐有交情 就可以嚣张拔后 顾城主 我劝你还是不要和楚行云交恶 我难道还要怕他 我只是求一枚丹药 来解决我的阴煞之气 竟然还让那个小小的楚家 横在我之前 原来是这样 这是一朵罕见的水属性灵才 起拍价是三万两 这是玉皇忠 玉皇忠名 百宝尽营 今天的拍品 由城主大人 全部买下 今日所有宝物 进阶赠予楚家少主楚行云 听说楚行云执意要秦渊炼炼之丹药 得罪了秦山 还强闯密室 得罪了顾青山 但是蹊跷的是 事后顾青山 为了讨好楚行云 竟然敲响了玉皇忠 而且 据说楚行云的修为 已经到了脆体八重天 恐怕 都闭嘴 楚行云 必定是透支潜力 强行提高了修为 更何况 待我夺得无福选拔的魁首 区区一个楚家 还需要放在眼里吗 但是楚阵发展如此迅速 放任不管 必成后患 先下手为强 我们堂堂水家 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了吗 太可笑了 月儿小时候被我宠坏了 养成了骄纵的性格 趁现在楚家还未招募到强者 你带上几人 明白 不留活口 不留活口 水虫德 你们楚家 原本就该消失了 你是 炎 炎毒 没想到这三十分灵财 竟然炼出了十七枚百羊丹 恐怕师尊来炼 这承担率也不过如此 炎 没想到这短短数月 你竟然突破到了脆体九重天 这最后一步 可是难倒了很多人 我这是 在哪 这里是白宝露 你含气入体 我带你来治疗 已经没事了 刘香 这是白宝露的楼主 清雨嫣小姐 是她帮帮练制的丹药 多谢雨嫣小姐 水姑娘不必多礼 能得到三级丹药的 丹方和练制手法 倒是我占了便宜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这么精纯的灵液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可否将这灵液卖给我 价钱好商量 是我不能答应 我需要灵液 压制流香的寒气 有你这么细心照顾 刘香姑娘真是幸运 啊 楚家主 之前多有冒犯 一点薄礼 不成敬意 这是水系三品灵彩 对尊夫人恢复元气 大有必义 城主大人有心了 哎 我已备下酒宴 想请二位道府 少爷 啊 小虎 怎么了 是这样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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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主美意在下心领了 这是我家中现有要事 恕不能奉陪 清小姐 日后我必中些 不必客气 主人 刘香 这百羊丹半个月服用一枚 可压制你体内的寒气 小虎 你扶刘香进去休息 水家 果然还是按捺不住了 也罢 有些事情总归是要来的 要不是深重剧毒 武灵无法凝聚 这破地方能关注我 谁知道楚家隐藏的这么深 居然有严毒阵守 都闭嘴 楚行云 你终于肯露面了 要杀要寡 悉听尊便 不必浪费时间 你应该很清楚 中了黯然血毒 若无解药 三天必死 现在算算 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 又不是因为阎毒 你楚政已经变为鬼城 你也早就死在我手上了 放屎 我就不管了墨角了 告诉我 十四年前 楚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们水家和云梦无辅那点够当 真以为我不知道 只要你老实交代 我便给你解毒 放你离开 你觉得 我会相信你吗 你现在有选择吗 你应该很清楚 以水虫贤小心谨慎的个性 是不会冒险来救你的 况且 就算他来了 有什么用吗 楚行云 你只会躲在阎毒后面吗 有本事 堂堂正正地给我比一场 你一个阴险小人 也想光明正大和我比试 可笑 你赢了 我就告诉你十四年前的事 如果我赢了 你就放我离开 既然你想比 我就给你个机会 clas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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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行云 记住你我的赌月 少爷 这是 王弃 楚行云 让你尝尝我的行蛇剑法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楚行云的扮演者索依 由我出演的神武之灵 漫画正在连载中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的新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 CANADA // ред qui